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工方家探讨指教 赵呆子 文这一轮网络热议 源于2019年6月10日 我的预计发表的一篇 关于中原方言信求获的探讨性文章 文字写不出来的方言 据说只有很男人能懂 目前网上点击量已超过20万次 今日头条此文下留言打2000余条 赞成者有知 质疑者有知 明确反对并认为 有别种写法的更有知 这是我始料悲极的 更是我希望看到的现象 网友在今日头条中的讨论一方面 说明大家对方言的喜爱 另一方面也大大扩展了 我对信求两个字写法上的更多认识 为了记录下网友的见解 对我的启发 已引起更多人对中原方言进行 研究 我很认真阅读了桌文在今日头条下网友们的留言 经过统计总结 信守的写法 除了我认为 英写作新外 大约还有一下八种 展开全文排名第一的维信求 这种写法仅仅是为婴儿写的音译 没有任何词以上的依据 但是由于这种写法长时间约定俗成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 排名第二的为信求 认同这种写法的人很多 他们认为汉语词汇里有信门一词 是至婴儿头顶骨为何奉的地方 这个词在登峰方言里又称呼吸门 按此说法 后边的球就不是生殖器的 而是脑袋 鲁门 及方言中的呼吸门 为什么信求有智力低下 我不按正常人思维和行动去处理事物的意思呢 他们认为脑袋上的信闻从医学角度讲 有个闭合过程 而闭合中又容易出现激情 而一旦信门出现激情 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智力发育 所以信求本意就是指信门发育激情的人 隐身开来就有方言中的词译 第三种写法为信求 认同这种写法的又分两种 一种是把信当发言红肿讲 把球当脑的讲 是说脑子发言有毛病啊 所以隐身为方言中的词译 另一种则是把信字当烧 着讲 把球当生殖器讲 是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殖器放在火上烧好 那显然是脑子有毛病 智力有问题了 另外 在中原方言中 还有烧球的说法 也与此意相近 比如 一个人做事张狂 就会说他烧球力不轻 第四种写法为信求 认同这种写法的认为 说文解字中说 信 血迹也 即古代祭祀时 用深处的血涂器物的缝隙 比如信中 信骨 亏而言之 信求就是把血抹 有自己的生殖器 护脑袋上去祭祀 这不仅是大不敬 而且这种行为也指 有傻子才会干得出 所以 信求就有了方言里的词意 许甚于说文解字 第五种写法为绣球 认同这种写法的认为 XIN 求之 XIN 是绣字面转阴 那为什么是绣球呢 就是指 脑袋如铁生锈的一般不灵光了 所以 也有了方言里的词意 第六种写法为 损球 认同这种写法的认为 这个方言词的第一个字 在河南交作 纪元 洛阳等地不念 XIN 而念 SUN 其字的写法就为损 当时失去原来的使用效能的损坏奖 那么 不管球 是指脑袋还是生殖器 损球 都可引申为方言里的词意 第七种写法为 认球 认同这种写法的 也多是河南交作 纪元 洛阳等地的人 其中训字当次 X 不及奖 球当脑的奖 认球即使缺脑子 智力不够数 极为方言中的词意 第八种写法为 憨球 认同这种写法的 得有点古音运学的知识 他们认为 在古音中 X和H相通 比如 匣子在古音里即念哈子 所以 XIN 极为HAN 再念转一点 就成了HAN 写成汉字 极为HAN 那么 憨球就很好解释了 中原方言中就有这个词汇 除了以上列举的这么多写法 网友们还有认为 应写作信球 行球 训球等等 我看后 自觉理由实在太不充分 所以就基本否定了 那么 以上这么多信球的写法 到底哪一种正确呢 可能其中有一种是正确的 也或许一个也不正确 正确的我们还没有发现 我作为方言研究的一个门外汉 认为 这些写法或多或少的都有其合理性 但又大都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写法的不正确性 所以我想 还是怀着一颗包容的心 一一列举之 也算为大方之家再进行精细考证提供一点资料吧 最后 谢谢一季推文 更谢谢这么多河南老乡们 以桌文为剑把 积极发表精彩的见解 为中原方言研究天专家瓦 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简介赵呆子 原名张国昌 登峰人 1970年生 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 兼纪诗歌 小说的 欢迎投稿邮箱 Y U J I M E D I A I H 163.COM 记系头条号签约 作者商务合作请加微信 Selome 1203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